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次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的所谓原青花缠制牡丹纹梅瓶 是现代仿品 之所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有这个要从五个大的方面去看 第一就是所谓的气形 那么气形呢 原青花的这个梅瓶的气形呢 有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肩比较疯 然后胸呢也比较疯 但是呢 它的镜比较短 那这一件呢 虽然是肩和胸都比较疯 但是呢 它的镜稍微长了一些 就长了一点点 这个就出现了差异 另外呢 我们就要看它的太幼 像它的这个幼呢 防品的幼呢 是泛黄的太厉害了 达不到青白幼的标准 太明显的 这种现代防品的样子 而且呢 这个幼水呢 也冒着贼光 完全没有使用痕迹的那种 老化痕迹都没有 再有呢 就看青花的发色 青花的发色呢 像这种的 大的煤瓶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所谓的塑料 或者是塑料和国产料的混合料 因此呢 它的发色呢 都会在蓝中闪瘁 那么这个防品的这个塑料呢 不是所谓的防塑料 白中犯黑灰 是错的 那他先看它的圈竹 圈竹呢 他修的这个 留的这个竹呢 太宽了 煤瓶的竹呢 通常没有这么宽 除非是大罐的 会留这么宽的 那其他的方面 就更不用说了 再有去看呢 文室布局 以及绘画 原金花 大家都知道 这个文室布局呢 比较繁荣 好多层 然后呢 就是他整个的文室布局 在绘画上呢 讲究的是这个潇洒和飘逸 另外呢 像这种葫芦叶啊 像这种 它的这个藤腕啊 这些啊 画的都非常的细致 但是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 它应该留白的部分呢 它稍微用浅一点的这个骨料呢 它这个涂了一下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留白的部分 不应该出现像牡丹花的这个花边这儿啊 不应该用这个钳的 另外它这藤味 大家看画得很粗啊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圈足的情况啊 麻仓土呢 是非常洁白细腻的啊 当然它由于这个在下坡里面的电饼啊 或者是啊 这个 麻仓土里面本身的铁铁离子呢 会被烧出来 会有一些黑点啊 这个都有 现在它试图仿成那样 但是仿不到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个节目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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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